这可能是俄罗斯人见过最刚的中国女巫 就在十分钟前 她精准地从三十辆车里 找出了藏人的那辆 可人们对女巫的实力抱有质疑 在测试通过的情况下 要求复合 主持人也煽风点火 怀疑她是骗子 但节目开播二世纪 从没有过这种差别待遇 中国女巫果断拒绝 认为这是对她的污种 可主持人不死心 继续挑衅 观众们也露出不懈的表情 面对这种情况 女巫淡淡地反驳 说完直接离开了现场 这位女巫叫老李 来自上海 是13年以来 第一个通过全球选拔 出现在俄罗斯通灵之战的中国人 她可以召唤灵魂 身上还附着一只狐狸 可能是强大的实力 加上强硬的态度 让节目组不敢再搞双重标准 他们迅速道歉 并安排了第一次测验 一个性格开朗的16岁男孩 没有任何原因 从陌生的地方跳楼自杀 而案发现场 发现了一封奇怪的遗书 父母认为 那根本不是男孩的笔记 因为他从不用父亲来称呼爸爸 他们想弄清楚 儿子到底是自杀还是谋杀 女巫拿到男孩的照片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静止走进小区 她说男孩再重复一个数字 6 然后带领众人 直奔66洞 16层 正是男孩坠楼的地方 女巫摸着墙壁 说出了让人毛骨悚然的话 男孩坠楼时已经被恶魔控制了 因为666在圣经里是撒旦的符号 这也印证了遗书中男孩奇怪的称呼 那生父亲指的就是撒旦 听到这里 男孩的朋友也终于坦白 他在出事前 好像加入了某个密教 经常上一些奇怪的课程 而且经过司法鉴定 笔记确实属于男孩本人 虽然结果让人难以接受 但事实就是 对黑魔法的迷恋 导致了他走向灭亡 第二桩求助 来自一个邪门的家族 女人身边的所有男性都死了 而且全是在亲人生日当天 上吊自杀 村里人都把他视作不详 女人想知道 真的是自己克死了这些男人吗 女巫来到家里 环视一圈 脸色立刻沉了下去 他身边所有的男人都离开他了 他走向房屋后面 这是女人第一任丈夫吊死的地方 又指了指旁边 那是女人大儿子死去的位置 接着来到后院的木屋 看向角落 女人的第二任丈夫 就死在那里 所有人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但女巫继续说道 房间里还有一个小女孩 女人愣住了 因为她家里并没有女性自杀 难道是感应错了 可人群突然躁动起来 像是想到了什么 原来 就在女人的丈夫死后不久 邻居家的女孩 也以同样的方式自杀了 女巫拜托节目组找到邻居 说死去的女孩正负在自己身上 有些话想告诉妈妈 她看着眼前憔悴的母亲 哽咽了 听完这些 母亲再也忍不住泪水 躲到旁边痛哭起来 女巫也控制不住红了眼眶 她安慰女孩的母亲 说这一切并不是你的错 这接二连三的不幸 很可能是村子受到了诅咒 人们坦言 除了已知的四位侍者外 村里还有很多自杀的人 而且大多是家里的年轻人 为了不让悲剧再次发生 女巫尝试阻止这种恶运 她抬手使了一个方向 说要到那里寻找答案 人们顺着方向走去 居然看到了一座破败的教堂 原来二战时 人们炸掉了教堂 拿上面的砖 到村里盖房子 整个村子有一大半的建筑 都是用这些砖头造的 人们越走越近 居然多少都有了不适的感觉 女巫察觉到不妙 拒绝了村民的陪同 独自进入教堂 开始跪拜 祈求神明的谅解 直到天色变暗 才再次出现 她告诉村民 祖兽已经被解除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第二十季通灵之战 前两集的测验 暂且不论有没有剧本 老李的表现确实不错 况且这种事情 信其则有 不信则无 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样 感想剧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节目 其他几位灵媒的表现 也是相当出彩 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